中印战争经典战力 在中国正式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夕 中印之间还爆发过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其中有一个典型的战力中国军队以少胜多 狠狠打击了印度的嚣张企业 1959年8月21日上午 中国边防部队一个班十三人 按照往常一样巡逻到中印边界 此时的印度军队很狂傲 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当中国十三名巡逻分队行至胜利山的时候 遇到了印度六十多人的巡逻部队 印度起初看见中国军队只有十三人 就想活着这十三名解放军 印度指挥官指挥那六十名 印度敲烧的对中国巡逻小分队呈包围态势 而中国军队也发现了印军的企图 不断口头警告印军退出中国领土 并且对空开枪警告射击 印度没有听从警告 继续推进 中国巡逻分队以为副班长 跃出战壕警告印军被印度乱枪打死 此时中国巡逻分队的怒火瞬间爆发 中国边防分队一边从前面集中火力吸引印军 突袭小分队迂回印军背后打的印军爆头鼠窜 印度巡逻分队其他人被迫退出中国领土 此战中国十三名战士 以一人牺牲的代价击毙印军九人 击伤三人 俘虏七人 小编在想 印度阿三这么弱的战斗力 为何敢挑战中国雄士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